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在寅和金正恩第三次会晤 山竹减弱为热带低压 多地部分停运列车逐步的恢复 天津达沃斯正在举行 记者带来现场报道 从今天开始到20号 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朝鲜首都平壤 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举行首脑会晤 那么这也是文在寅和金正恩第三次会晤 据新华社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 18号上午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在机场迎接 文在寅和金正恩将在午餐后举行首场会谈 首日会谈结束后 双方将观看文艺表演并共进晚餐 19号两人将继续会谈 如果会谈顺利 渴望举行共同记者会宣布会晤成果 但是具体日程或根据双方现场协商情况有所变动 会晤将集中讨论韩朝关系 促进朝美对话和缓解半岛军事紧张局势三大议题 谈及首脑会晤可能产生哪些成果 清瓦台秘书室市市长任中西 余待保留 仅说有待观察 20号 朝方将在机场为文在寅举行欢送活动 在纪念建国70周年的阅兵市上 朝鲜并没有展示包括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 取而代之的是 权力发展经济建构经济基础等标语 显示出了发展经济的决心 目前朝鲜发展经济的氛围正受到外界关注 当地时间9月17号 第14届平壤秋季国际商品展览会开幕 现场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受到欢迎 平壤化妆品厂计划将化妆品年产量提高到700万件 香造2000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工厂正加紧改造升级 并在研发新品上下足功夫 在和国际大牌的较量中 银河水系列产品也不忘突出自己的朝鲜特色 在用料方面主打天然概念 原材料包含了多种中草药和动植物提取物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朝鲜引以为傲的高丽人参 这是朝鲜中央养鱼研究所 鱼池里的桂鱼纷纷浮上水面进食 桂鱼最典型的特性就是吃活的小型鱼类 比较难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朝鲜科研人员研制出以鱼粉为原料的人工饲料 人工养殖获得成功后 批量养殖便成为可能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 除了桂鱼 泥鳅 黄鱼等多种鱼类 都实现了人工养殖 特别是鲜鱼 今年人工养殖的产量 比去年增加了十倍还多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 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 已经于昨天下午的两点钟减弱为热带低压 昨天晚上的八点钟 中央气象台已经停止对齐编号 中央气象台预计 山竹将会继续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不断地减弱 17号中午至晚间 广东广西部分停运列车 开始逐步地恢复通行 受台风山竹及其残余环流影响 今天广东西南部 广西 贵州 云南南部等地 仍有大道暴雨 其中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沿海局地 有大暴雨 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7号10点起 广东省内京广高铁 广深港高铁 杭申铁路 贵广铁路动车组 广深城际 广珠城际 广汇城际动车组 广九直通车恢复开行 海南环岛高铁恢复正常开行 广州深圳地区朴素旅客列车恢复开行 17号中午至晚间 南广县安排了11趟动车恢复开行 在贵广县安排了8趟动车恢复开行 与此同时 在横柳 柳南 云贵 沿海高铁 离站铁路等线路区段 当天仍安排66趟动车组临时停运 或改南宁站 南宁东站终止或始发运行 广东 广西区域内所有旅客列车 预计今天恢复运行 山竹斜风待雨给多地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截止到昨天的18时 台风山竹造成广东 广西 海南 155万人受灾 4人因灾遇难 1人失踪 700余间房屋倒塌或者是严重受损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昨天上午8时紧急启动 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目前灾区的各项抗灾救灾工作 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深圳龙岗区是此次受台风侵袭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多地被水浸泡 树木倒浮 灾情发生后 当地政府各部门和群众 全力投入恢复生产 目前当地生活秩序正在陆续恢复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的龙岗区 这也是深圳市受台风影响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当地不少低洼地带出现了积水 不少的树木出现倒浮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龙城街道 龙岛路就有两棵大树倒在这里 那么将整个道路的交通给阻断了 现在当地政府已经组织了 包括防卫 绿化等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清理这些倒浮的树木 争取尽快将这个道路抢通 山竹16号登陆广东江门台山市后 随后往偏西方向移动 进入阳江市 而阳江核电基地正处在台风圈内 在核电站工作人员全力防御下 阳江核电基地在台风过境期间运行稳定 从核电基地的监控视频看到 强台风过境期间 天空下起瓢泼大雨 狂风吹打着室外的树木 根据阳江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 当日阳江核电基地区域最大阵风40.1米每秒 台风过境期间没有对核电基地的设施设备和建筑造成损坏 受台风山竹外围岛槽影响 浙江长兴自16号晚上起开始浦降大致暴雨 从16号晚上8点开始至17号中午12点 最大雨量达200毫米 导致龙山街道水口等乡镇爆发山洪 17号上午10点左右 长兴县龙山街道川步村摆桥建出现山洪内涝 村里最深积水达2米左右 有一村民为抢救自家门口的木材 不慎被山洪冲进门口的河中 情况十分危急 街道工作人员及时展开救援 落水村民索性安全脱险 据了解 此次强降水导致长兴出现大面积山洪 城市内涝 河道堵塞 道路中断 村民家中进水 农作物受灾等 受台风山竹影响 广西滨阳县各阵的农作物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情 其中糖尿蔗受灾较为严重 在碧阳县和吉镇大邦村委上赤村 有一片藤蔓类农作物 已经被台风吹倒 总面积有五六亩左右 农民正在岛福的地里 抢收一些苦瓜 尽量减少损失 据了解 这次台风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农作物 是糖尿蔗 各阵均不同程度遭受了损失 农业部门技术人员提醒 糖尿蔗倒符后 容易产生自生根二次发芽 造成养分流失 产量减少 台风山竹的威力强劲 在香港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特区政府连日来动员1.5万名 各部门工作人员在前线应对 并且积极地善后 香港海陆空交通 已经从昨天开始起逐渐地恢复了 那么同时为了支持澳门救灾工作 珠海拱北海关迅速地 为供应澳门救灾物资 开启通关绿色通道 那么首车物资 已经于9月17号的中午快速通关 在香港近海的鲤鱼门地区 因为它的地势比较低洼 而且靠近海岸 所以每年它都成为 这个香港台风天气当中 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地区之一 那么大家现在看我生活的这片 道路上的障碍 它不是普通的生活垃圾 随手捡起来的呢 就是这种从海底打上来的物品 贝克类的 那么这也是昨天山竹台风 带到这个路面上的一些垃圾 那么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 香港特区政府就已经派出了 近8000名的清理工人 到市面上进行道路障碍的清理工作 除了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大量清理工人之外 很多香港市民也以义工的身份 投入到此次的台风的善后工作中 在本次台风中 香港市区的很多建筑也遭到破坏 黄浦海滨广场二期的写字楼玻璃四落 过程令人心惊 目前该栋建筑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 相关的保险理赔等工作也将展开 在澳门 墙台风山竹离开后 经过政府部门和各界民众 一整天的抢修和救灾 17号 澳门已经总体上恢复了正常秩序 各项灾后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天 澳门公交线路恢复行驶 水路和航空运输也都恢复运行 澳门通向珠海的各个出入境关口 也都正常通行 各个高校 中小学和幼托机构 除了个别学校因电力抢修或消毒之外 也已经在今天复课 与此同时 为了支持澳门救灾工作 珠海拱北海关迅速为 供澳门救灾物资开启通关绿色通道 首车物资已经于17号中午快速通关 用时仅两分钟 台风山竹虽然是于15号离开了菲律宾 但是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菲律宾警方在17号发布消息 台风山竹在菲律宾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66人 另外失踪是52人 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是死于 山竹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洪水 据菲律宾政府统计 共有超过500万菲律宾居民因台风受灾 其中约13万名居民被迫转移 山竹已于15号晚离开菲律宾 据报道 截至17号 仍有近20万人居住在各地 约1900个避难中心 目前 菲律宾北部也有7个省市 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此外 目前灾区仍有10多个省份供电中断 预计完全恢复受灾地区的供电 还需一个月时间 菲律宾官方统计 山竹造成的农业损失已达到140亿比锁 约合2.59亿美元 受灾程度是2013年超强台风海燕以来最严重的 在菲律宾的旅宋岛 连日的降雨导致当地多个地区发生内涝 其中邦百亚省内涝最为严重 给当地居民的出行和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而在另外一些遭受水禁的地区 当地政府与军队合作 提前预备卡车 把需要出行的人送过严重水禁的地区 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交通 另据报道 16号 台风山竹所引发的山体滑坡 导致非北部山区的一个矿洞坑到他方 当天找到30具遗体 17号 救援人员在他方区域里 又找到13具遇难者遗体 另有三名幸存者被救出 但目前仍有数十人失踪 尽管当地政府认为 继续救出生还者的希望非常渺茫 但救援人员仍在加紧作业 希望能找到更多幸存者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美国遭遇的风暴 自佛罗伦斯14号清晨 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莱纳州登陆以来 已经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 有近90万住宅和商户断电 预计影响数百万人 目前佛罗伦斯虽然已经是降为了热带低压 但是影响仍然持续 在受灾最严重的北卡罗莱纳州 和南卡罗莱纳州多地 受暴雨影响 很多住宅被洪水冲毁 大量农田汪洋一片 倒塌的树木和电线杆随处可见 大面积道路被洪水淹没 目前 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港口城市 新博尔尼的洪水灾情最为严重 一些街道上的水没过行人膝盖 很多住宅房屋被水淹没 州政府要求住在沿海和低洼地区的居民 尽快转移 南卡罗莱纳州也在密切关注 北卡罗莱纳州洪水的最新情况 担心洪水可能会冲垮两州之间的水坝和桥梁 导致南卡罗莱纳州的洪水状况加剧 此外 北卡罗莱纳州环境监管机构表示 洪水还将工业 农业场所中的污染物 带入土壤和河流 北卡罗莱纳州是美国养猪产业种地 有数百个大型养猪场 洪水来袭 不少养猪场的露天粪坑被淹没 猪粪中的病毒及细菌污染蔓延 澳大利亚卫生部17号启动调查程序 着手调查国内市场出现的草莓当中 混入金属异物的事件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昆士兰 新南威尔市 塔斯玛尼亚和南澳大利亚等多个州 就发现了果肉当中含有针 或者是其他尖锐金属物的草莓 那么涉及至少7个品牌 目前的一些超市已经是采取了预防措施 将草莓全部下架 目前澳大利亚卫生部已经要求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 立即对此事件进行评估 警方在初步调查之后分析 这一系列的事件可能是一些 心怀不满的水果商雇员所为的 那么为了查明真相 昆士兰州政府已经是决定 悬赏10万澳元 约合49万元人民币 鼓励人们提供破案的线索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2届 新领军者年会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天津拉开了帷幕 论坛的各项官方议程 以及分论坛的活动 已经是全面展开了 那么作为开场的重头戏之一 由央视财经频道 与世界经济论坛 联合举办的官方议程 中国对外开放40年 今天上午也完成了录制 马上我们就来联系 我们前方的记者 我的同事李思悬 请思悬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年会上的 今天上午的亮点以及看点 思悬 你好张燕 那确实是像夏季达沃斯 在中国已经是举办了12个年头了 那在天津呢 是举办了6个年头 那其实我本人来讲 是我第4次参加 咱们的夏季达沃斯 那其实此次呢 其实是有来自全国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 商界还有学界 以及文艺界的这些嘉宾们 他们汇聚到一起啊 有超过2000多人 那么也是历次以来的 夏季达沃斯呢 规模最为大的一次 那要说到今天上午的 这场重头戏啊 刚才张燕呢 也已经提到了 是由咱们央视财经频道 和世界经济论坛 共同主办的 那主题呢 就叫做中国对外开放40年 那么要知道呢 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所以说这样的一场提纲窃领的论坛呢 其实是吸引了很多的关注 那么我本人呢 今天上午是这个主持人 虽然说这场论坛开始的时间 非常的早啊 但是可谓是在这个 最大的场次当中 是座无虚席 那么从1978年啊 改革开放的初期呢 谈到后来2001年中国入市 再讲到今天 我们继续的推动开放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嘉宾们也有很多 有意思的碰撞 那比如说呢 保利的董事长徐念砂 和这个IBM中国区的董事长陈黎明啊 他们就分别呢 是从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 两个不同的角度 来讲过去40年当中 中国和世界相交融的 各种有意思的一些故事 和彼此的学习和实践的经验 那么大家呢 也做了一些非常精炼的一些提炼啊 比如说呢 他们觉得初期最早的时候呢 叫做Made for China 为中国制造 那么到后来呢 叫做Made in China 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国制造 从中国来制造 那么到现在啊 大家概括起来 觉得叫做应该是Made with China 和中国一块来制造 要知道呢 今年呢 也是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 那么咱们 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倡议 从开始的提出到现在的实践 以及中国和世界 如何能够抓住 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的机遇 找到这些可以互补和共赢的地方 是我们今天早上探讨的重点 那要说到整个此次的夏季达沃斯呢 我觉得概括起来 有几个关键词 那就是智能 还有创新以及科技 那其实此次 这个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主题呢 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呢 打造创新型的社会 那要知道 这个已经是夏季达沃斯 其实连续第三年 它的主题呢 是围绕着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进行的 那其实大家 有的人可能还记得 三年之前 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叫做转型的力量 那么去年呢 是包容性的发展 今年咱们说这个创新型的社会 其实它贯穿 始终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科技和创新 它其实是需要以人为本的 那比如说 在这个大概四十分钟之后啊 那么就会进行一场 这个对话 全球人工智能的分论谈 那它的一些主题呢 其实也是探讨 科技和人的关系 那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呢 我自己呢 还会去主持一场分论谈 探讨的就是像 比如说 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 还有区块链等等的 这些前沿的科技啊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 在这个跨境的旅游当中呢 可以更加安全 同时也可以更加便利和通畅 要知道很多这样的一些科技呢 其实都还是非常早期的 但是达沃斯论坛 它所存在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任何技术 非常早期的时候 它可以让所有的参与者 比如说这些科技的开发者 那比如说政策制定者 再加上消费者 以及企业 他们可以共同的参与起来 共同从很早期的时候 就开始探讨 这样的一些 终将会影响 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技术 他们未来可能会是 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共同的来打建 这样的一个创新型的社会 这样一个创新型的生态系统 那么要说到这几天呢 其实有200多场 大大小小的分论谈 明天的重头戏呢 肯定就是这个开幕式了 我们央视财经频道呢 都会第一时间 从前方带给大家 我们及时的报道 那接下来的时间 交还给你张燕 好 感谢四旋在前方 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刚才四旋也说到了 央视财经频道 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 官方议程 中国对外开放40年 在今天上午如期举行了 那跟随我的同事 我们的前方记者刘磊 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我现在是在天津夏季 达乌斯论坛的现场 由央视财经频道 主办的专场论坛 中国对外开放40年 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改革开放40年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 这40年间中国企业 与跨国企业之间 都发生了哪些竞争与合作 中国企业是如何 在竞争中变强 跨国企业又是如何 适应中国国情 本土化发展 那么一会儿在我身后 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 将与中外企业代表 以及知名的学者代表 共同展开一场特殊的对话 本场论坛梳理了 中国对外开放40年 经历的各大事件 并对这40年间的 不同阶段中 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的 成长历程与扮演的角色 进行了探讨 共同聚焦新时代下 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企业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壮大 这个时候呢 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 又发生了一个 根本的一些挑战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与中国同创的 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作为中国企业来说 我觉得一方面 还是按照坚定地执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同时呢 也要特别关注 这个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 跟这个我们的这些 这个国际上的朋友 和商业中的伙伴 多沟通 多交流 多合作 互利共赢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财经频道 9月23号21点45分 播出的对话栏目 除了论坛本身的讨论之外 会场现场还展示了 不少引人驻足的新科技 契合着大会的主题 充分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 创新型社会展开想象 我们的记者此前 也是特意探访了会场 让我们跟随他一起 前往天津现场 我们来看一看 那儿都有一些 什么有趣的玩法 我们来看一下 我旁边的这十台机器壁 其实呢 他们是共同使用同一个大脑 他们可以感知我的肢体语言 同时呢 其实他们的肢体动作 也做出一些回应 从他们旁边这样去走过 其实很像 有许许多多的宠物在我旁边 他们好像似乎在想表达什么 来自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科研团队 此次带来了一个 人生分析的项目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 公开对外展示 在没有任何摄像头 辅助的情况下 系统仅仅通过一个人 在现场朗读的声音 就可以大致分析识别出 他的头骨形状 身体健康状况和性格特征 除了对声音的捕捉分析 现场展示的黑科系 还在视觉上大作文章 我们仿照生物的 就是一个昆虫的一个爱 就是眼睛来去做了一个 仿生的一个摄像头 手机像素可能达到2000万 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的相机 可以达到10亿像素 要应用城市安防 我如果是在一些公共区域之内 我想对这个 比如顶层建筑进行监控 看一下上面的一些人物 我可以一起看到 人在这个建筑里边的移动 这所有的人物 包括建筑 都是差不多是在两公里 这个一个距离 在感叹会场 各项黑科技先进的同时 记者也感受到了 技术背后 本次心领军者年会 想要传递的更多信息 说到虚拟现实的技术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刚才我体验了 这样的一个森林奇境的 VR的体验 却是非常的独特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从一棵种子 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而不仅仅是一个 视觉上360度的模拟 它在声音 在嗅觉 甚至是在温度上 都可以让我森林体系 感受到一场森林大火 我相信科技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是一个工具 但它真正所做到的 是让我们转换一个视角 来思考人和自然之间的 而这样的一种人文关怀 是整个世界经济论坛 除了商业的题目之外 所一直贯穿始终的一个 聚焦的重点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探秘美国纽约幻觉艺术博物馆 眼见不一定为时 亚马逊加大 对智能家居市场的投入 语音助手产品竞争激烈 说到博物馆 我们往往会感觉是 严肃沉闷的 可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幻觉艺术博物馆 将会颠覆您一贯的印象 各种栩栩如生 一针一换的展品 让你可以感受奇妙的乐趣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家即将开放的博物馆 位于美国纽约 与大多数博物馆不同的是 游客在这里 可以尽情与各种展品互动 馆内各个不同的房间 共展出了超过80种信息图 立体图和视错觉收藏品 科学和艺术相结合 利用空间和图案 造成的视觉错觉 让每个房间 都充满乐趣和惊喜 挑战着你的大脑 令你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个视觉变形小屋十分有趣 从前面看这间屋子 可能觉得是立方体状 但它其实是梯形的 游客在第一眼 看小屋中 站在不同两侧的两个人时 会有形体大小不同的错觉 他们看似很近 中间却隔着很远的距离 这就是这间小屋的奥秘所在 我们不是一个栩栩栩栩栩 所以人们应该去探索 所有东西都很开玩 逛逛逛逛逛逛 然后就让自己走 这是最好的方法 经济游客 首个幻觉艺术博物馆 建于2015年 坐落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 之后迅速火遍全球 纽约幻觉艺术博物馆 是全球第十一家 并将于当地时间 本月20号开放 根据路透社报道 日前法属琉尼汪岛的 富尔奈斯火山再次喷发了 它也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喷发 在夜空当中火红的岩浆 持续喷涌的景象 尤为壮观 引得一些有感的游客 在夜间徒步前往 近距离地来观赏 火山喷发的自然景观 据报道 法属陵尼汪岛的 富尔奈斯火山 从当地时间 9月15号凌晨开始喷发 火红的岩浆喷涌而出 宛如一条长长的火河 部分区域岩浆喷射的高度 甚至达到约30米 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凌晨 富尔奈斯火山 仍处于持续喷发的状态 在富尔奈斯火山的一个观景点 尽管夜间的最低温度 降至零摄氏度 仍有一些游客 徒步行走约6公里 前来近距离观赏 这一自然奇观 富尔奈斯火山 被称为流泥汪岛 赤热的心脏 是世界上最活跃 也是最容易接近的 火火山之一 近年来 火山喷发的次数不断增加 这已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喷发 富尔奈斯火山海拔约2630亿米 顶部有宽8公里的破火山口 这座火山已经有 至少53万年的活动史 据了解 整个富尔奈斯火山区 属于国家公园 免费对外开放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居市场 根据CNBC的消息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 正在加大对智能家居的投入 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布 包括微波率在内的 至少8款新的语音控制硬件设备 那么对于智能家居市场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那么有知情人士对我们CNBC表示 亚马逊正在加大对于智能家居的投入 而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布 至少8款新的语音控制硬件设备 那么这对外界传达出来的信号是 亚马逊将进一步对智能家居进行整合 而切入点正是语音助手技术 那这些将发布的设备 包括微波炉 回音器 低音音箱和车载设备等等 而所有设备都将配置 与亚马逊语音助手系统 Alexa匹配的接收装置 也就是说不久之后 人们可以用声控来控制 这一系列的家居操作 那亚马逊暂时没有正式确认这个消息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说 亚马逊预计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正式地介绍其中的一些设备 那虽然目前亚马逊的Alexa系统 是美国市场中最受欢迎的语音助手 但是市场竞争正在加剧 那其中亚马逊与谷歌和苹果公司 形成三巨头鼎立的局面 那自从谷歌的Google Home 推出之后呢 其全球销量正在快速地增长 对亚马逊呢 带来强劲的挑战 苹果的HomePod销量呢 目前也在逐渐地好转 可能呢会好于此前 市场悲观的预期 那同时呢 三星等等公司呢 都已经发布了自家的语音助手印象 那同时呢 中国市场可谓是 语音助手市场 中速最快的地区 但由于本土品牌呢 也正在强势地崛起 让这几大巨头呢 难以落地 但是可能这个板块中激烈的竞争呢 正好能够说明 未来的一个趋势所在 而智能家居的整合化 将必不可免 那么根据 Global Market Insight的 这个数据预测啊 整个语音助手市场预期 将在2024年的时候呢 达到3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而这将推动整个智能家居市场的规模增长 那数据显示呢 在2016年呢 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模 大约在241亿美元 而预期到2022年呢 将会增长到534.5亿美元 其中呢 2017到2022年的年份和增长率 会高于14.5% 而接下来的趋势之一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 语音助手的系统提供商 将和家电公司呢 展开直接的竞争啊 那比如说 此前众多的家电品牌 推出了这个配饰 亚马逊Alexa的扩音器 和智能微波炉等等产品 但是不久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 亚马逊的公司的开始 推出自家的家电产品 而进一步占据智能家庭设备的 市场份额 很多人到超市都会用到购物车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 用它跑出汽车的速度呢 在英国就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做到了 而且在这场速度与激情的比拼当中 能够惊到你的 可不只是这一个杰作 出人意料的造型 震耳欲聋的轰鸣 59岁的工程师马特·麦基翁 和他亲手打造的购物车一亮相 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经过测试 这辆十分拉风的改造购物车 最终跑出了时速147公里的速度 引来不少人的惊叹 向速度极限发起挑战的 还有这个其貌不扬的马桶车 一群想象力超群的学生 将传统汽车座椅换成了马桶 配备上简单的框架和发动机 一辆会移动的马桶就诞生了 别看其貌不扬 他最终的最高时速 可是达到了113.5公里 参赛选手中最厉害的 要数这辆大棚车了 他由普通的花园棚屋改造而来 别看他外表看似笨重 但是跑起来可是相当的惊人 最终他跑出了 每小时162公里的速度 当之无愧成为了当天的速度之王 脱水带 障碍跑 爬楼梯 近日大约是1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消防员 齐聚韩国中青北道 在世界最强消防员大赛当中一争高下 比赛当中选手们要完成四个项目 包括将水带拖到指定的位置 用锤子清除障碍物 将70公斤的模特背到指定的位置等等 这也是充分结合了真实救援 现场所需要的所有的技能 考察消防员的综合能力 提高其救援能力 为了庆祝建城400周年 日前俄罗斯的福尔加格勒州小城 乌刘平斯克就举行了游园活动 这让当地的吉祥物山羊走上了大舞台 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 精心打扮的山羊们在街头走秀 奇装异服 模样可爱 除了选美表演之外 城市当中我们还看到了 有非常可爱的山羊雕塑 玩偶 以及羊毛编织手工艺品 将当地的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近日在英国的苏格兰高地的高山上 进行了一场世界长跑比赛 选手我们需要穿越荒原和崎岖的山地 才能够到达终点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感谢您的收看 张燕在北京 祝您一天好心情 张燕在北京 打得更新闻未見 接着眼光 战场——指连 优独播剧场——指连 调节尘 但 达联伕 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